谈包容与包容量 很多科学家认为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物 都是他们创造发明的 比如电、微生物、细菌等 实际上 科学家只是 鉴定已经存在的东西 然后把一些 已经存在的东西 去告诉人家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世界上 科学家能发现这些 有形的科学物质和理念 然后按照自己 所排列出来的理念 去告知世人 实际上 他们就是 用自己的毒箭去看世界 他一定说 我今天发现了空气当中 有什么什么细菌 你这个不是偏见吗 他以为自己发现了这点细菌 但谁能知道 在空气当中 有多少细菌 你知道 各种不同的细菌 相互结合之后 繁残出另一种病菌 难道你发现了这几种病菌 那就是你的发明吗 这不就叫偏见吗 就像很多人现在吃药一样 营养师跟他说 吃了这个东西补钙 牙齿好 而有人说 吃了钙会伤胃 还有人说 是药三分毒 其实 任何物质 它是有一个平衡的 它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点 很多人不懂 因为吃药 一定能把这个病看好 实际上 你把这个药吃完了 你又生出另一种病 单单吃药 哪个药能吃好啊 靠的是你人心的调节 靠的是你本身身体素质 和能量的调节 靠的是你身体的机体 和你的体能基础 来维持你这个 抗生素平衡 所以任何的偏见 都会给人带来不利 师父为什么要 跟你们讲这些 实际上 师父给你们讲的这些 在佛法界来讲 就是你们认为 学一个法门 我是对的 犹如以为吃这个药 就能对症下药 我的病就好了 实际上 你这就是偏见 而学佛要海纳百川 心胸要宽阔 学佛的人 就是要能吃苦 能够容忍 所有的污蔑 诬陷 对你所造成的伤害 现在 社会上有几个人说 我从小到现在 没有被人家污蔑过 又有几个人说 我活着 从来没被人家污蔑过 诽谤过 实际上 这个 就是叫容量 从物质上讲 容量 就是一个container 容器 再大的容量 再大的仓库 你能容纳多少啊 但是 人的容量 师父可以告诉你们 不是一个仓库 它是包容 宇宙万物的 所以人的气量 可以大到什么程度 师父在在前面 加一个字 叫包容量 包容他的量 在物质上 讲容量 而我们学做人 学做佛 讲的是包容量 一个人能够包容 人家犯错误 能够包容人家 对你的欺负 诽谤 恶意谩骂 这个人实际上 就能包容一切 你们有几个人 被人家骂了之后 不生气的 被人家讲了 被人家挑拨之后 能不生气吗 气量之小 小得像蚂蚁一样 现在的人 人家讲你一句话 马上脸红了 接下来不反击 那是不可能的 我一定要报仇 一定要反击 你讲我一句 我要讲你三句 这就叫畜生行为 因为动物的本能 是受到攻击后 一定会反击 因为人都有气量的 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 因为学佛的人 本身就具有圣人的基础 和圣人的素质 因为你有这些素质 你才能包容人家 你们坐在这里的人 都能够包容人家吗 你们听了师父 这么多的课 你们以为你们 一个个都学好了 被人家讲了 被人家骂了 有些人的反应是 马上要报复 有的人是记在心里 有机会就报复 还有的人呢 是用各种不同的语言 来搪塞 来解释 这些都是属于气量太小 被人家讲了 没有反应 那才叫 有本事呢 脸部都没有表情 笑嘻嘻的 而且要在心里 真正地原谅他 不把他这些 不好的品行 往心里去 那才叫圣人 有的人 被人家讲了 马上怒发冲冠 拍桌子 马上吵架 有的人被人家讲了之后 脸红脖子粗 什么都讲不出来 心里气得不得了 有的人当时笑笑 马上冷言冷语就上去了 有的人当时回答不出 记在心里 等找到机会 就报复你 还有人 被人家诽谤 被人家骂的时候 没有办法 只有笑嘻嘻地说 我没有这么说 拼命地解释 所有这一切 都是因为心胸不够宽大 你们讲菩萨 菩萨会理你们吗 心胸狭隘 能够学好佛吗 师父不是要讲你们 要讲到你们不想来 连师父也不能包容 自己家里的人 也不能够包容 你还能包容谁啊 还学什么佛啊 自己的母亲讲一点话 不能包容 自己的孩子讲错话 也不能包容 你还能包容 人家佛友吗 学佛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菩萨讲了一句话 我们学佛 忍辱精进 比苦修行还要难 功德还要大 就算你做了很多功德 你还不如忍辱精进 因为忍辱 是最难最难的 精进容易 忍辱难啊 你被人家讲了 要能不发脾气 过去师父的徒弟当中 师父一看到 他做错事情了 考验他 马上把他负责的工作撤了 他马上就开始捣乱了 马上就开始 不配合工作了 你们以为师父不知道啊 实际上 这是对他的考验 如果你好好的精进修行 师父很快 会让你做更多的功德 当然 有很多的人 就是不能够控制自己 因为你把我这个职位撤了 你不让我去负责 某一项工作了 我心里就难过 我就给你小鞋穿 那么对不起 最后小鞋都没有 让你光脚给我走出去 做人学佛 哪有这么容易啊 如果这么容易的话 大家都上天了 这么容易的话 你们就不会做这么多的噩梦了 这么容易的话 你们的祖宗 你们过世的亲人 就不会来找你们了 你有本事 就把自己修得干干净净的 有多少人做梦 做到自己走的时候 往天上飘 看到自己的身体 飘不上去 他在意识当中非常清楚 他说 我身体太重了 实际上 他所指的这个身体 是没有肉体的灵体 而这个灵体本身 有分量 你的灵体当中 孽障 灵性越多 缠得越多 你越生不上去 你们都看过 阿波罗上月球吗 人在月球上走路 不都是飘起来的吗 这就是 为什么在天上 越高 人越失重 实际上 在天上飘来飘去 就是这种感觉 报纸登出来了 一架美国专机 是专门为了世界末日时 给美国总统 在天上办公用的专辑 就是说 美国科学家 和很多科学家 已经证实了 这个地球 一定会有大灾难 但是 他们不能够讲 就像师父现在 知道很多事情 师父不能讲 只能够着急一样 师父看着你们一个个 就这样不经济 师父真的是难过啊 因为到时候 吃苦的是你们 而不是师父 就像父母亲 跟孩子讲话一样 叫你们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孩子就是不听 到最后吃苦的时候 就是他本人 自古以来 有多少女孩子 找男朋友的时候 爸爸妈妈说不好 可这孩子非要嫁他 嫁他后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哭着回来 还带个孩子 你会看人 还是父母亲会看人 你的智商 在谈恋爱的时候 低到零点了 你知道什么叫未来 什么叫生活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乱嫁 嫁到后来 是害你自己 并不是说 害了你的父母亲 这就是 为什么现在 全世界的离婚率 都这么高了 想想看 现在 人跟人真的 是恶缘相报 冤冤相报 这种夫妻关系 根本不是来接善缘的 实际上 就是因为上辈子 你欠我 我欠他 这辈子 继续还债 我们要把偏见去掉 不能认为 我们本身在这个世界上 是从无到有的 因为这个世界 本来就有我们人类 所认知和拥有的一切 而我们 只不过是 发现它而已 在这个世界当中 什么物质都有 只是你发现的 早于晚 今天 科学家发现了 治疗糖尿病 癌症的药物 那么在六十年代 还没有发现之前 它就没有了吗 有 因为没有发现 就治疗不好你的病 今天有这么好的法门 送到家门口了 你再不珍惜 你还说 我没有发现 末法时期 这么好的法门 那不就跟 有的科学家说 我没有发现的东西 它就不存在 是一样的偏离吗 为什么科学家 总是否定 自己曾经发现的 科学依据呢 他先说 这个事情发现了 怎样怎样好 过一阵子 他又否定 他的观点 做出 另外一个假设呢 因为这个物质世界 本身就是 拥有平衡的 而是 突然销唇 他又不动 他又不动 他要把他 他是 但 不管 不动 帮助 Because 我